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而取名龙溪弹 它属于火源式枪弹 射出的火光在黑暗中看起来就像烟火一样酷炫 但这种子弹的杀伤力可不容小觑啊 射出后的燃烧温度可达上1650摄氏度 足以对目标做出致命打击 支持使用龙溪弹的人声称 子弹中的每颗粒也可作为预险信号 所以算是可用于家庭防御 但如果你为了防御而发射了这种子弹 可能你的防止入侵者和你自己都会被大火吞噬 所以美国一些州已经禁止使用这种子弹 空间弹 顾名思义 是弹头尖端中空的子弹 这种弹头结构 使空间弹射入身体后 急于膨胀变形 且会在肉体内产生爆破效果 导致对目标产生更大的杀伤效果 也就是因为过大的残忍程度 他们被禁止在战争中使用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 也都禁止使用这种子弹 但是部分执法人员和普通僵制使用者 忍在使用这种子弹作为自卫武器 那么空间弹究竟为何会被禁呢 因为该子弹击中目标后 子弹头会在体内扩张 碎裂成为无数的小弹片 所以杀伤力非常强大 可以说几乎是一枪毙命 那么普通的子弹头表面光火 上躺射击后通常能够直接穿透目标 也不会产生膨胀 不像空间弹 普通子弹不会有阻力 所以通常这些子弹 只是简单的穿透目标而已 但空间弹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一旦他们穿进目标体内 他们就会减速 并在人体内扩张成蘑菇状 不会像普通子弹那样射出后难以控制 之后当袖头将这种子弹取出时 里面通常只会剩下一大空星 出于工作需要 执法部门会使用这种凶残的子弹 这种子弹射入人体后都会留在体内 因此不会对周围的人产生脸带伤害 海军部研发出磁轨炮后 也一直在研制一种超高速炮弹 这是一种低阻力尖头弹 可以装载在磁轨炮上使用 这种强力的炮弹 可顺利穿透7块钢板 并且每发炮弹的成本 也仅在2500美元左右 相比每发100多万美元的 战斧寻力飞弹和鱼叉导弹来说 这种超高速炮弹的研制成本 算是微乎其微了 另外2017年1月 俄罗斯推出了一种超知名的磁轨炮 发射出的炮弹 能够以每秒3公里的高速飞去 没错 每秒3公里 最近中国也研制出了自己的磁轨炮航母 也许在未来 磁轨炮会变成一种常用武器 因为他们利用的是电磁发射技术 不含火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磁轨炮虽然破坏性大 但操作起来确实更安全 霸王龙枪弹 这种霸王龙枪弹 虽不是真正的龙 但同样的致命 它是一款十分强大的步枪子弹 是1993年X轨公司 根据津霸部委专业导游的要求所开发的 主要用于津霸部委地区的狩猎活动 工作人员会使用这种枪弹的原因 主要是保障客户在狩猎探险过程中的安全 他们需要那种足以立即制服大型失控动物的子弹 如愤怒的水牛或大象 A2的这种步枪弹 内含49个坚持弹药 学得其他狩猎步枪相信坚拙 也只有该公司的霸王龙猎枪 才能匹配这种霸王龙枪弹 那么有人真的使用过霸王龙枪弹的真正猎枪 结果可是十分痛苦 为何呢 因为枪弹发射后会产生强大的后抓力 对射击者的肩膀产生冲击 进而引发疼痛 这种冲击力是普通空心弹步枪的一倍半以上 平油弹 这种圆形子弹可穿透厚重的硬钢 是名副其实的坦克杀手 平油引弹的主要成分为油和钢 有自然特性 射出后会导致燃烧 所以为何要使用放射性核废料作为弹药呢 因为平化后的油弹可软化 并穿透坦克装甲 软弱在内部爆炸 进而造成大规模破坏 早在2001年 人们就在科索沃发现了平油弹药的碎片 这些弹药是当年美军飞行员投下的 放射性极强 也因此人们怀疑 这就是导致该地区白血并高发病率的真正原因 雷霆榴弹 雷霆榴弹可不同于普通的散弹枪弹药 这种弹药被射击后会产生耀眼火光 并产生巨大的爆破巨像 爆炸声可达182分贝 如果把这种爆炸音量再提高一点到195分贝 那么就已经足以导致人类的耳膜被侦破 那么喷漆式飞机起飞时 产生的音量也仅为165分贝 因此在没有充足的耳部防护情况下 使用这种弹药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失聪 在军事行动中 特种部队会使用这种弹药 让建筑物里的敌人及时短暂朦 从而善失反抗能力 家屋桥牛仔 家屋桥牛仔弹药的外观 类似套牛用的套绳 是一种长30到60厘米 两头各套着一个中球的装置 早在几百年前 南美牛仔们就是使用这种套绳 来进行捕牛等狩猎活动 因为该武器会铲住动物的腿 使其半倒 而这种设计概念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最终出现了致命的散弹枪弹药 家屋桥牛仔弹药 会对目标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圣战弹药 这种弹药被伊斯兰法律锁禁 圣战弹药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具争议性的一种弹药 甚至在此枪射区中 圣战弹药也不曾被人们看好 不知整的 某些人说服了少佛工业 一家主营染色和金加工的公司 让其在油漆中注入当地猪肉 软肉将其吐在9毫米标准口径的弹药上 那么在2013年这款弹药发布期间 该公司表示了 有了圣战弹药 你不仅可以将伊斯兰恐怖分子杀死 你还能将它们送往地狱 当然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不断 顺便一提 美国大学的宗教教授 Shanon对此事进行了解释 称如果穆斯林补兴被圣战弹药击中 还是有机会进入天堂的 平底船弹药 平底船枪是有史以来规格最大的散弹枪 几个世纪以来 野青猎人们一直都对这种枪很热衷 平底船枪的平均长度为2.5米 重43公斤 孔径为5厘米 总之这就是一把尺寸非常大的枪 旧照片显示 这种枪需要两个男人才能刚得动 他们将枪安装在一艘叫做平底船上的小船上 而在狩猎时 猎人需要操纵整艘船 才能将枪对准野青 这种枪的孔径超大 可以发射中500颗的子弹 一次射击就可杀死多达90多只鸟 那么它的发明和使用 是为了满足当时时装产业 对鸟类羽毛的无解之需求 也就是因为跨度的捕猎 导致野青数量举计减少 现在平底船枪已经被法律禁止 没错 这种子弹的绰号为安西巴 许多人认为 它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子弹 制造上将其视为终极子弹 它的杀伤力来自于它独特的子弹头 子弹击中人体后 会在能量作用下爆炸 然后分散到人体各个部位 制造商G2 Research称 子弹击中目标后 会分散成9个刀片 然后消灭人体内的各个重要器官 他们最初是为那些独自生活 并担心家人安全的女性 而设计的这款子弹 许多人对安西巴子弹进行过测试 测试对象包括金属板 玻璃板 胶合板和冰块 结果大家都对子弹强大的破坏率感到震惊 所以除非你和枪是作战 否则最好还是将这种子弹锁在保险箱里吧 如果你是军人的话 你最想要配备哪种武器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看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打开吧 拜拜